今天看到国民党这个记者会 我简直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 当初虽然有这个拓筛进来 大家觉得一看到这个 陈灿坚高端 都觉得你懂吗 心里面就会有答案问号 有个疙瘩等等 但好歹啦 台湾终于有拓筛了 小朋友很好用 所以很多爸妈也都去订 但是搞了拜天今天告诉我们 Omicron验不出来 然后陈时中逼了巴掌了一大堆 又跟大家讲 24以下就比较能够准确验出 24以上验不出来 那我不晓得 你知道现在有时候轻症转重症 就是一下子的事情 对不对 台湾有很多的黑数 然后你又收我们那么贵 那现在就是怎样 现在就是退货退钱 就可以解决吗 实要署没有刑事责任 没有法律责任 算不算独职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法律责任 是 记大使长期在公务体系服务 这个应该要立刻检调 要进入调查收证 然后保全证据 因为这个是拿大家人民开玩笑 这是一个公共危险罪 事实上的话 大家都在等这个 如果说你去撤了 结果他根本不能撤Omicron的话 你以为自己没得 对 你这个开什么玩笑 现在你 然后你又说什么 要什么CT24以下 那你就是显然替这个 替这个厂商护航嘛 可是你看 我觉得反推回来 我也觉得 陈三杰蛮聪明的 因为他那个访单 他说明书上就没有写Omicron啊 你愿意买 这愿打愿挨啊 你懂我什么 我有什么责任 今天很多人说加 很多网友说加负责 说什么法律要起诉 因为这等于是政府杀 等于政府杀人或厂商杀人嘛 但我如果是陈三杰 我可以撇得干干净净 我上面就没有写出会议Omicron 是你自己要买的 是你政府让我通过的 所以他一开始在审核的时候 他去得到食药署允许的 食药署要查 你这个突压剂 我现在是要对Omicron 能够测试的 你如果没有Omicron的话 怎么会让他同意让他进口呢 那你前面否定人家八家 是什么原因否定的呢 所以这里面这个公务机关 简直我觉得真的 而且你看他还没有查 这个副次长还比较有经验 就马上就说 我们要查一下这个资料 查一查 陈时中就出来 立刻就替人家护航了 讲一大堆 要辩护的话 你这是拿大家的生命开玩笑 我今天用这个唾液试剂的话 如果都是没事的话 如果原因是因为 他根本不测Omicron的话 那我都认为我没病 所有的到时候什么重症转 轻症转重症 都会在几天之内发生 然后又是小朋友 这个唾液就给小朋友用 那这不是故意陷害 陷害使用这些 政府认可 政府干嘛的 政府就在把关 我让给你 让你在市面上买到的东西 就必须要有它的效果 你政府根本没有把关 一看到 是不是一看到陈灿坚 又没有标准 我是觉得这个政府 真的 你已经很无能就算了 还要在这里面 要特别护航特地厂商的话 还有私心的话 还有其他考量的话 那真的最不可涉 好所以到这边 我请这个汉庭来做个结论 汉庭的小孩也很小 这个大家讲说 颤奸出品必有猫腻 之前这个高端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昨天也有谈 这个高端的猫腻很多 到现在为止 WHO怎么还没有帮他宣布呢 到底解盲了没有呢 昨天网友都在问 那这个高端 不管怎样赚了很多 然后现在呢 这个福佑达 福吉美再赚一笔 结果就发现福吉美 天哪 人家说明书大啦啦告诉你 我就是没有验出 Omicron啊 你怎样 卖175元 而且郑立文告诉大家 去年开始 食药署博回了将近40次 来自八个国家的 唾液快筛申请 然后呢 福吉美拔得头筹 进了3000万级 一直到今天为止 一个月后 才发现呢 他的访单上 根本就告诉你 没有包括Omicron 然后呢 13个孩子死亡 我们的重症率这么高 然后呢 李秉颖告诉你 时光倒流 我们其实是可以停课的 其实是有儿童疫苗的 然后今天陈时中说 来明天记者会 停一次 我们吃粽子吧 你怎么看待 我觉得对比性非常强烈 剥夺感也很强 这个李秉颖呢 他其实在受访的时候 他是告诉大家说 这我这一波疫情 与我日前推估大致类似 当边境放松之后 就会出现大规模社区感染 对吧 他其实是先在吹嘘自己很厉害 预测神 预测的了不起 他一边吹嘘 疫情扩散如他所料 但一边又说自己对防疫 毫无办法 怎么预防 没有办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得病 那怎么样才可以不失眠 就不要睡觉啊 都是这种讲脑残的话 然后最后呢 还有问他第二个问题 就台湾的死亡率比国外高 为什么 他讲说这是台湾医疗处置得当 你完全不能够理解 这个生物到底在讲什么 为什么我要一直讲说 什么它是生物 我都觉得这不是人该讲的话 他们就只能够是一个生物 然后占据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 这个由一群生物 在这指挥中心 然后来领导全台湾人 这才是最大的悲剧啊 那我们看到说 这个不论是李秉颖啊 他讲的这些垃圾话 我们再看到旁边的 这所谓的快筛 快筛呢 我们来比较了 这所谓的易可安 跟这个福吉美 易可安呢 有拿到韩国的正式许可证 福吉美没有 所以易可安胜 然后可以侦测到的变异株呢 易可安有Omicron 导播把那张图放在旁边好不好 这样这个汉庭讲的时候 会比较清楚 对 就是易可安跟福吉美的比较图 反正就是重点的几个比较 易可安有通过韩国许可 那福吉美没有易可安胜 易可安可以有Omicron 福吉美没有易可安胜 通过国家的认证数 反正易可安一大堆 福吉美呢 只有澳洲跟台湾 所以易可安胜 但是呢 福吉美有民进党的好朋友 陈灿坚 易可安没有 所以福吉美大胜 光是这一点 就打败了 结论就是这样啊 这才是无敌新兴 这才是无敌新兴 而且它是什么时候核可的 它是4月30号核可的 最早的就是第一个核可的 但你看陈思中 他说这是以前的说明书 请问到底多以前 这个Omicron出来也没多久嘛 对不对 以前的说明书到底多以前 我们买到的是什么 三年前的 三年前的拓塞季吗 还是几年前的 这个很奇怪啊 他说以前的说明书不会提到 不会有未来试剂 所以什么意思啊 我们现在是买到了是 那你是何年何月买的 他的意思说 试剂是很新的 但说明书是很旧的 做出了新的试剂 可以验出Omicron之后呢 但是那个访单舍不得改 是吗 这个意思 我帮他翻译成白话文 做这种解释啊 这本来就是一个 很不合理的事情嘛 你身为厂商 你怎么可能留着旧的说明书 然后你用了一个新的产品 你把旧的说明书 跟新的产品合在一起 给政府想 我觉得他的意思我要再讲一下 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 好这个伏基美拓塞季 分成两种 一种是旧款一种新款嘛 是不是 按照他的讲法嘛 就说这 因为有以前的说明书 以前的说明书验不出来 所以显然是他有一款旧款 那现在他有一款新款呢 意思就告诉他 我们现在买的是新款吧 对不对 只是以前的说明书 那请教一下是这样吗 还是说你在说谎呢 那如果说我是厂商 我以前的旧款验不出Omicron 然后把它精进 把它改良 验出Omicron之后 我都已经花时间去精进 把它改良之后 我不会去印一批 新的说明书放上去吗 我还把旧的拿出来 你觉得合理吗 这非常不合理 对厂商来说 没有做这种精进的作为 不太可能 那第二个那这也很好调知啊 就是看他过去到底 实际上这个是不是 真的有一款 就是验不出Omicron的试剂 然后现在这款是不是验得出 那第二个呢 就是虽然陈时中告诉大家说 哎呀在现在只要CT值 24以下就能够验得到 但是有讲吗 没讲啊 有写在包装盒上吗 没写啊 是啊没写啊 那这种标示不实的东西 你通过这是合理的事情 所以我才说 陈灿今天厂商 可以撇得干干净净的 他没有任何责任 因为房单位已经 清清楚楚告诉你们 就是没有Omicron啊 对不对 所以将来假设了 假设有人用这个验 然后没有验出来 但他得了 他重症甚至他过世 那要去跟他求偿 不要讲求偿了 光是要退货那175元 他都说我为什么要退给你 我就写得很清楚啊 我就没有要验出Omicron啊 是你自己要买啊不是吗 所以今天在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对吧 就是问到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薛瑞燕他讲说 这个我们要再回去稍微再这个 他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嘛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反正是罗秉承讲说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这个也是很大问题啊 那你今天你还要再回去看一下 你什么答案都不知道 你开啥记者会啊 你记者会不就应该你看完了 然后才回来告诉大家 所以罗秉承还是一个专业发言人 对结果你都出来开记者会 他知不知道他都可以回答 结果你出来开记者会说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不知道 那你开个屁啊 所以这实际上 他就是在拖延时间 你回去是不是要去消灭一些资料啊 但是当时送审的文书跟暗号 跟那个公文应该都是有具体存在 所以这个确实要查清楚 因为你们是在4月30号就已经核可的 而4月30号Omicron就早就来了 如果你们是去年核可的 那时候没有Omicron 那个才叫正确 那你们4月30号 而且Omicron正在流行当中 到底他送的说明书是怎么样说明书 那如果他上面已经是没写Omicron 那你们还通过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大 那为什么食药署会通过 希望最后不要又推给这个无辜的 什么食药署的基层员工啦什么的 那很显然的 如果说明书上没写 那你们还通过 那显然的就因为利益关系嘛 因为澳洲通过啦 这很好笑啊 食药署通过的理由是因为有澳洲EUA 所以我们就给了 这当然是严重失职 澳洲通过的时间 澳洲通过的时间可能是 还没有Omicron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严重失职 但是这个整个过程你不知道啊 因为没有会议记录 没有会议记录啊 所以吴秀梅要不要出来讲一下啊 呼唤一下 来这个吴秀梅食药署署长 你有责任有必要出来讲清楚啊 如果你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 是4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就可以连续来喷8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您可以适合这一组 比较小的携带型的USB插头 这次可以喷2到4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